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源社风动谈的朋友们好 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 我是Costco的 也算一个老兵了吧 从2017年到现在已经 分享了三次了 很遗憾 这次还是只能通过远程 以录制视频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 community 就说 我们知道 open source community 其实有很多种方式了 有很多种 那么其实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是比较独特的 至少推荐我的Richard是认为 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community 那我一般叫他翻译成共同体 就说 那我今天分享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 如何以开源之道来构建一个 阅读的共同体 对 今天的议程 对 也很 比较简单 就是介绍一下 这个阅读的共同体 现在是什么样子 它是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就讲一下它的过去 这几年都干了些什么 经历了什么事情 然后 这个呢 讲讲 就说 这个是如何做的 对 我们现实的日常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做 然后最后 可能就是 可能是我个人 以及我们共同体的成员 起来 就是看到的一些 做对了什么 做错了什么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这么办 对 有这个 对 如果是有优点的话 我们继续把它放大 如果是有什么确定 我们改正 对 基本上就是这么样一个 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学习团体 相信有很多 虽然是老朋友 但是很多 好 我是谁 对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就是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 还是去了解他的作品 我上面放的这个网页是我的博客 也就是开源之道的一个主战点 对 我声明作者 去年写了一本书 叫开源之名 对 现在今年在这写一本书叫开源之识 那开源之道呢 其实就说 slogan 就是 之旅开源相关的思想 知识和价值的谈究和推动 我是这其中的主创 那回归到我今天分享的内容 说我是 这个阅读共同体的名字叫 OSCA 开源之识共读 有这么个名字 我是他的发起人 也是整个的经历者和记录者 我在很多的一些开源的机构 带人步道创造工作 对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去我的网站上去看一下我的个人履历 个人就不介绍那么多了 就是很希望大家 阅读我的作品 对 然后跟我们产生沟通 嗯 接下来其实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说 嗯 我们这个阅读共同体 对 他的名字叫 OSCA OSCA呢 是 呃 中国信通院 呃 容大手 容就算于 大手剧的一个锁下面的一个联盟组织 对 呃 那么开源之书共同就是 意思是我们这个 这个穷体 是阅读跟开源相关的 强相关的书 对 开源的 不拉不拉 开源的商业啊 开源的这个呢 就是我们是阅读这些开源相关的书 然后形成了一个小的穷体 呃 这个穷体呢 这个共同体呢 是 呃 当然最初就是我一个人 然后 是在2019年的1月1号 就是我可能在 呃 2018年的11月份 12月份就开始用量这个事情 对 呃 但是正儿八戒的是从 19年1月1号开始招募会员 招募成员 然后我们就开始学书 正儿八戒的就开始 阅读起来 呃 那其实现在的开源的 书啊 呃 大大小小就说 墙相关的 我们已经选出了60多本 可能现在更多了 因为他不断的成员 在不断的积累 呃 这个书单 我也我也相应的 在各个地方都有 呃 然后我们现在成员大概有 100 180多号人 现在这个170家 应该是前几天的 我做这个 嗯 也是文稿的时候的一个 组织 然后我们做过这几年 呃 30年我们做了大概好几十场卸下的风向 那 基本大部分是在北京 呃 北京上海居多 杭州 呃 也举过一两次 呃 对 然后那成员基本上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 那可能就是 大部分是居于北京 上海 杭州 啊 对 也有一部分 一点点生争的 呃 那输出的读后感呢 大概有十几篇 对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少 其实如果是写短篇 或者是可能更多 但是长篇大弄的去做一个输屏 其实相当于说比较少的 最初这个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 就说最初我们这个是 属于我个人的一个项目 然后去年我把这个项目 经过跟我们核心的一些成员商量之后 就是同意 属于让OSCA去接管这样一个事 对这个项目归属于OSCA 对然后这个二维码是一个 我们经常介绍的一个入口 对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 关于OSCA 开源之处共读的一些信息 就是这个二维码扫描过去之后 一个文档 基本上包含了他的全部内容 那我们接着 我们下来聊 就说 那最主要的其实就说 我们是 我们是 要轻理轻微的去做这些事情 就说围绕着人 去做这个事情 那 那 我们知道 开源其实在 本土的发展 其实是 等于说是 入门阶段或者什么时候 其实是缺乏理论指导的 对很多项目 很多这个人就是 但是我们 希望通过读书 阅读 通过学人他 学习 这些 别人总结下来的一些知识 来去了解 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我们 我们认为 就说 想 想把开源这件事情搞好 其实就应该从读书会开始 那 围绕这些 共读者呢 我们 有很多角色 比如说 最主要的一个身份 就是读者 那 你光有读者 那大家就是 其实每个人不就是孤岛 那其实我们更希望有 当然 有一些 分享者 所以他读完之后有很多想法 有很多感悟 希望跟大家分享出来进行探讨 那就分享着 那当然你做任何一个活动 那你都需要赞助 因为不管是什么 我们现在社会没有资源 是冲不耐心的 你 你 举举举举办 一个meetup 首先需要一个会议地址 那这个会议地址可能 需要一些 换到你的投放 还有一些 食品 和饮料 这些都需要去赞助的 那你还需要 推广者 你也需要 各种各样的支持者 然后你还需要连接的各种各样 总而言之 我们 这样一个小的共同体 围绕读书 它会产生很多角色 那 在读者之外 我们还需要其他的协议 那还有很多 做一些策划 对 然后我这边是列了一个 我们到现在为止的 contributor 以及他们的主要的角色 当然在这里边具体 我只是列了一下 具体是 具体到每一次会议 每一次记录 上面他们都详细的 这个 这是日常积累 最后一个总的东西 总而言之 就是轻力轻微者 contributor 才是这个 我们围绕读书 这个共同体的核心 没有人 那知识 其实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所以说 要感谢这些轻力轻微者 对 我们共同学习 那其实 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 就是Mile Store 或者是里程碑 在19年 其实就是最初的时候 其实是 因为 起步其实是挺容易的 因为你学书的时候 或者是 跟科学相关的强 强相关的书籍 其实你总是能选出十多本 大家都知道的 相对的说也能讨论起来这些 一些书籍 比较老一点的 就是尤其是 Open Source Open Source Movement 那个阶段的出品的一系列的书 所以说19年呢 其实是 我给自己强制的一个任务 就是当时就是 每个月读一本 在读的过程中 跟大家分享各种经济 每个月之后就写个书篇 所以说 在19年写完之后呢 其实 就面临在一种变化 就是读的书开始 很偏门了 就是相当于说 学的书已经很少有人读了 那我再去分享 最具习书 其实是允许的过敏就少了 那 2020年7月份 我们还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那就说 有些 我们知道面对面的活动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是 Build Trust 大家更能够通过 面对面的肢体语言 衍生交流 去引起更当的共鸣 对 那2020年7月 我们开始的线下活动 那其实是线下活动呢 大大的开辟了 我们肯定知识共读的 这样一个空间 因为它占了一些 社交流的功能 对 而且它的影响力会更大一些 然后还有一个重大的世界 就是2021年3月份 就是获得了师傅的赞助 就是我们知道师傅是国内的一个 做开发者社区的这么一个天台 他们在做开发者大会上 专门为我们赞助提供一个小的会议室 然后让我们去做分享 对苏油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本来就是平时大概最多20个人 但是那天去了四五十号 这还有不能来继续不断的 那是一个相当一个大的事件 对在2021年12月份 然后这个观众体就是为奥斯卡接受 那其实我在很多掌握下讲过 为什么要给奥斯卡去接受 就是说这是根据我们的现状 其实就是说当我个人出去的时候 信任度是很低的 对 好很多人认为就说 这是这又是哪来的 经常被认为是一个骗子 对 经常就讲讲 看远航读书 我讲一些很正能量的事情 对 所以说 从各方面考虑 就是说 大家还是比较信任 官方的背景 对 所以说 所以说接触奥斯卡 是对于所有的成员都是一个好书 而且对于未来发展壮大 是一个相当一个好决策 而且还有一个我们就说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开完这些书 其实大部分是比较 甚至是20年前的 我十几年前的一些书 相当难购买 很多都绝版了 然后我们经过各个策划 然后尤其是我们的总策划王后 然后就建立了一个 童书长书馆 对 大家可以 这样可以 就是说我们写书就可以产生漂流 然后大家可以考虑 然后到现在我们的成员已经超过180 对 这样一个大的里程碑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那总而言之就是说 读书会嘛 重要的是读 读呢 就说其实是 大部分的时候是我在读 对 我也会去主动的去分享一些好的京剧啊什么的 嗯 对 就是哪怕只是就说冷场了 那么反正是反我反正要读书的对这个事情就说 嗯 我读书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 一个尝试 就是说我一天至少读两个两个小时的书 对 那 分享那么可能就是说这两个小时凑出20分钟去跟大家分享一些 呃 嗯 我认为比较好的句子 对 那还有就是说 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 有些观点啊 会有些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 然后随机进行探讨 对 然后 还有就是发表书篇 那当然 大家比较认可的还是像我给大家分享这种图片 以meetup的方式有人分享 大家坐下来谈 因为其实针对K员大家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不一样的 而且K员这个 在K员之谜之前是没有一个一本书或者是一个给大家能够描绘出K员这个整个世界 open source universe是什么样子的 对 有很多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就跟人讨论到一个 具体的计算机技术实现 那就是讨论 围绕K员相应的文化 甚至community啊 以及它产生的各种规范 甚至是围绕它产生的经济 法律 等等这些问题 社会 没有人谈到这个 那我们可能就说 大家可能需要在一个点上 然后集中起来 突然帮我们出来 对 然后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图书推荐 对 然后建立一个书单 这个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开源 那起码应该把我们的K员之书共读的书单 不是本加 然后你才可以说你了解的开源 对 当然这个是我们一项情愿了 可以不认可以 很多大商不需要这些东西 就是他他只需要去实践就好 对 天天写代码不管我管你世界怎么用转 对吧 但是我们求求知尽可能的希望 不要这些知识把它建立起来 那说回来就是我们这个共读的这个共同体 所用的工具 在中国的 用腾胸的微信 这个是 那么日常就是这么做的 对 所以说我们大部分的东西也是在微信群里边讨论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对 如果没有WeChat的话 那我们这个共同群就是在网上的建立基本上建立不起来了 因为因为我尝试过去建立邮件列表 slack 但现在这些频道都有 但是没人聊 遗憾 WeChat 我在我的书里边 QN之名里边批判过他对于建community的 有自面的 自面的 也不叫污点吧 就是说反正它不适合建立一个开放的透明的这么一个community用的东西 但是可能总比没有墙 对 那可能就是说所有的信息 只有穷主能够收到 对 所以说我刚才提到那些大部分的讨论 比如说我分享一个京剧日签 就是对 都在微信里边去做 然后我们当然有很多资料重组 就是说比如说拍的照片 然后还有一些分享用的也是文稿 换张片 对 还有一些其他的 对 主要是还还有一些 当然是我做的分享一些 这个 比如说一个做的一个境遇的图片 做做这个京剧的传播 对 做这些图片 主要是用One driver 对 呃 然后嗯 在组织meetup的时候 对这个 稍微有点特殊啊 因为我们相对于说组织meetup的人比较少 基本上是 这些协作文档 就是 腾讯的文档或什么文档 然后 去把一些主要的事项列出来 比如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谁赞助的 有哪些人来 呃 来的是过来的时候需要进门的时候需要干什么 大家有什么特殊需求 啊 比如说要不要就晚宴啊 对 等等这些事情去基本上有什么文档 一个人大就高 因为我们一般不超过20个人 那 呃 在当天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建立一个临时的群 就用于这个 啊 因为有些你 你去一些 大一点的机构 一般有安保 对 他需要登记各种身份证啊之类的 这时候需要 需要需要去通过一些临时群去 一些集中起来通知编语及时的沟通 嗯 输屏的大部分我们没有没有一个强制的 就是非要写到一个什么地方 就是一般是个人的block 或者是你自己来写到那个什么 这个是随意的 对 基本上工具就是 就很简单 就是这么多 没有什么太太现金的 呃 工具 偶尔现在有一个共读也是通腾讯会议 去去去做的 对 然后 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价值观啊 就说这个这个是我 我列出来的 然后我们一位成员叫大妈 帮转捋送了一下 就是说其实呢 呃 我们我们进来这个参与共同体这个成员每一个人其实 都许有抱着自己的目的 他才来去通过读书这样一种呃非常非常古老的一种方式 来去这个学习开源相关的事情 那短有参与这个共同体我认为短期的价值呢 就说 你能够去探索一些开源的开源的指导就是OPSSW 然后你也会看到一些开源的问题和挑战 然后你会看开源的一些归数啊 或者是你会搜集一些资料 然后你可以让到认识到人 那其实说 读书的话 他不是一个简单竖成的一个事情 他需要一个长期的价值 就是比如说我从19年读到2022年 这相当于念了两一个大学 你已经读了60多本书了 对 然后 那其实这个共同体的长期的价值呢 就说 你需要建立强烈的认同感 其实你是认为开源是 对于我们这个社会 和对你自己是有价值 对于你身边的人是有价值 尤其是你跟软家开发 我们是一些产品相关 然后这个共同体形成的 他最后通过你的读书跟分享 或者是其他的像赞助支持推广 你可以建立自身的职业口碑 对 你说我是天资助共同的成员 对 然后 对 我这个是个很了不起的身份感 据说你有这种认同 然后你可以建立对话 对 你跟这 我们知道 在这个浩瀚无垠的这个saber空间 saber space 你要能跟一个人去建立一种对话 知识上的对话 经验上的对话 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对 我们希望这个空空体能够去建立这样的对话 但是你读了几百本精心选择的各个领域的书籍 从社会学经济学各种组织管理 各种等等这些 你能够建立体系化的科研知识 然后 然后你再回到你的职场 不是你自己创业的过程 定位 自我定位 对 最后 我们希望这个空中体能够提供的价值 就是说 就像开源开放 这样一种价值 你可以 去 主动的去学习 终生去学习 刻意的练习 等等这些 这些事情 然后你 能够 深度的探索 开源的这些知识思想和价值 对 这是我们强烈的一个价值观的自强 如果没有这些价值观 其实我们的共同体 其实就 大量无重 当然你维护一个穷体 像任何一个穷体一样 你需要 因为这不是一个 所谓的有 不是一个层级的组织 也不是一个基于市场的一个组织 而是说 就是一个自组织 自组织的话 我们需要建立一定规则 这个规则是 自我形成的 比如说 我上面列的这个所谓的性欲之统 其实不是说我自己想的 是通过 最初的 读书 以及平时日常的这些事物 什么叫假份 什么叫解份 其实所谓的加分 就是说你能去做一些事情 赚一些书品 或者你推荐书 然后尽量去参与讨论 你会做赞助者 你会去推广 对你甚至是给自己的圈子里边 就建立这样的风支 把我们的书单里边的书 我推广给你 更清静的人 对 或者是你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所处在的一个单位里 那你可能就说 你要把从这些根数共读的这些知识 转移到你的那个小兄弟里边 这些都是加分的 对 那任何时候你保持开放 他都会有一个 有会人 有洪水沫浴的 或者是有破会者进来 那基本上 你必须定时去请你这些 对 解分箱不好说 就是这也是我自己总结的 就是说大部分半年没有上和什么活动的 基本上这个人对开源 可能他跟开源的无关 他对他只是过来看看 大部分上 我人也有算 我只是来潜水的 我还是希望能进来 对 当然还有骂人的 或者是情绪对话的 或者是发商业广告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踢的时候 要及时的踢 总而言之 这个事情其实是 我后来查了很多的这些资料 包括了解我们中国文化这些事情 其实是心愈之统 有好的一面 就说你最后建立了一个 建立了一个项目 今天的共同体成功 但是你却踢出去的 你可能就不知道是 有可能冒犯了谁了 对 当然这个 这个大家都是 都心之明 心之肚明 就说如果 如果你是来学习的 然后你 被踢出去了 那么再回来 都是可以 觉得这个 但只到这个原则就好 我们很多 介入的成员都是 离开半年之后 觉得 那个 扩式的 那个 公共体 还是比较欢迎的 我可以回来读书 对 这个是好的 当然你也可以筛选一些 确实是了 开源没什么关系 最后环节就是说 给大家总结 写方式 就是说 为什么一个读书 开源跟读书 这两个事情能够连接起来 这个还是被托语 就是 我这 十几二十年的 一个最大的感慨 就是说 开源 他是 被识在 恩违文化 对 他才形成的 包括他的两次运动 自由软件运动和开源软件运动 那其实在我们 东方文化 或者是中国这个 是没办法自身 胜出这样开源的 所以说 我们很多时候 很多理论的知识 如何构建community 如何协作 如何建立这种 法律经济秩序 包括许可 背后的这些哲学思想 等等这些 都是需要我们去 去画心思去学习的 对 然后 如果你不持续的去学习的话 那你很可能就说认为 开源这个中国心不痛 就好像 理学生难题一样 对啊 然后 那我们就说 之所以我们这个共同体能够这么四年当中能够不断的在壮大 那其中其实最主要就是阅读是学习的绝佳方式之一 对 这个我们人类的虽然我们现在的信息革命或者是对于但是阅读这个事情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仍然是学习拓展事业的 学习方式对这个毫无遗忘 那 特别是有了meetup之后我们在各个城市去建立就是连接和沟通 我们不断的交流也是一种重要的一种形式 这是所以我们不断巩固这个共同体的重要形式 那其实在本土它还需要更多的视野去理解开源 我刚才提到的 就说我们可能要把开源这个文化要捋清楚 你要分析各个项目各个共同体各个基金会 包括它的各个商业公司在就目前为止成功的失败的 你都要去努力的学习 那其实开源墙相关的这些书籍已经帮我们总结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值得我们去扫着弯路的去学习 对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长期的赞助者和支持者 对 没有他们没有这个共同体 对包括各种赞助场地的赞助饮料的咖啡的 那赞助赞助礼品书籍的 包括组织会议的等等各样各样各种各样的 这些赞助者和支持者 对 他们功高得训 得少 对 这怎么强调就是我们的meetup线下的这种建立连接和构建信任是非常非常壮大壮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 长期而笃定的领导人 对包括我 我是一个坚定的开源自书共读的 我会每天都会花时间去 这几年来 无一日的去做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 偶尔某一天会觉得 有点烦 对吧 老是一个人在这自认自语 但是呢 这么看下来 你长期看下来 这是值得的一件事情 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 也可以在我的文章 就是我正在写的开源自书的 每个小节下面去留言 当然你可以在我的主页上找到我的各种联系方式 好,谢谢大家 祝大家平安 来